字幕視頻製作人 初音樂 大家好 歡迎回歸 回歸 上一集沒有回歸 沒有不開心 有手信給你 沒有手信 很漂亮 你是不是很漂亮 不是 我放在後面 這瓶是一個塗Body Luton的東西 它塗完之後會很香 我一會兒會跟Yan分享 大家是否聞不到呢 我聞到的 沒有羨慕 好了 我們講回正題了 我們繼續反逐有通常 快要打風了 是呀 在打緊風了 其實已經在打緊了 現在三個風球了 沒錯 大家趕快回家 明天隨時可能不能上班 有得上班的就真的 噢 我很可憐 到底想上班還是不想上班 好 Yan知道你上星期去了台灣 還聽說你去雙看 有什麼趣事 你聽這些人說 這些是流料來的 八卦新聞 你炒了它 上次你去澳洲又說 嘩 又是你雙看 這次又是現在到我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去旅行 就會被人說我雙看 其實我們不用雙看 不是 其實我這次去是休息的 上次去日本又或者上次去韓國也好 我都給朋友好像鐵人賽一樣 去那裏又要去那裏 去那裏又去那裏 深夜又去那裏 然後我覺得 我受夠了 我不要 我是去看書 因為台灣的成品 原來的書是多於我們的書展 真的嗎 是 書的種類 所以我們要去那裏看 之後還可以回去休息 然後還要睡覺 好好地操心我的臉 沒有收隱瘡了 大家看一下 沒有隱瘡了 今天上妝真的貼服了 好 我們先說主要說的事 好 我們要說 其實今個星期六就是我們的台興 耶 多謝大家支持 因為我們25位已經爆了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頂力捧場 未報名又想參加的朋友 如果有兩位的話可以PM幕員問一下 但人多就真的沒有空了 抱歉 跟大家說說當晚的流程 我們5點鐘就會有這個慈善麻雀王大賽 而8點鐘就會入席 然後我們就開始我們的開啟了 開始舞獅 然後還有一個慈善麻雀王大賽 對 那個慈善麻雀王大賽 5點開始 所以我們8點多的時候 已經是頒獎的環節 完了這個之後 我們就會有啤酒競飲大賽的第一輪 嗯 之後就是魔術表演 對 大家欣賞完魔術之後 也會有我們啤酒競飾的第二輪 之後就是打聊聊 示範賽 嗯 對 還有就是主持人大鬥亂 我們會抽籤 是我最緊張最想玩的環節 還有呢 靚聲鎮容主持人唱歌 到時Viyan會不會高歌一曲 不會 這些好東西要留給自己 呵呵 之後就是啤酒競飲大賽第三輪 加上最後頒獎 沒錯 之後我們還有抽獎環節 之後就完成了我們勝哥旅程 星期六的台慶節目真的有多有密 到時大家一定可以一路吃一路玩 而麻將王大賽目前有四台報名 看看上一屆冠軍夏家佬有些甚麼 就喊冠軍再說吧 想知道自己好運還是張法高 那就要來參加低俗頻道的慈善麻將王大賽 試試自己的實力和運氣 8月6日星期六下午5時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樓 來找我吧 厲害 厲害 客瓜佬果然夠牙刺 大家快點報名挑戰他 讓他沒得再那麼牙刺 沒錯 參加星期六台慶的朋友 到時我們還有很多MIHK Store的產品 可以延長賣 而全部的產品收入都會當作慈善用途 就是撥入我們MIHK和低俗頻道的日常營運 希望大家多多益善 到時惡瑜那間叫甚麼 摩852 摩852的產品 他們有低俗鐵 也有進色食品 還有很棒的日本富士蘋果汁 還有日本威士忌 甚至是林看正的本新書 都會現場有得賣 所以大家記得自備購物袋 有這麼多東西買大家一定要留意 再說多次 所有買的產品收入都會當作慈善用途 就是背入MIHK和低俗頻道的日常營運 希望大家多多益善 MIHK方面 MIHK的新舞台又有新節目 就是《逍遙法外》第二集 沒錯 第一位的《逍遙法外》非常受歡迎 觀眾都說是獲益量多 對 而《逍遙法外》 相信是在香港甚至亞洲少有的 用風趣、貼地和日常生活方式 可以講解法律知識的節目 是一個質素非常之高 法律學識 深入淺出 觀眾一定是獲益量多的 劉威文律師和Carmen 再次《逍遙法外》賣大包 讓大家可以學到知識 更多法律的知識旁邊 大家要為了自己 切物一定要萬物操過 而原定時間的Giant Jim's Kitchen 會調到星期四的九點 而原本的Japan Way 就會休息一會 而四海歌主持的 嘩哈的功 真是厲害 以及菊花台 分別星期一八點 和星期二九點已經開始了 大家收睇了沒有 而MIHK 生活台 正在拍攝一個 扔飛錶的節目 即是我們經常去酒吧扔的 而Kristy 原來是一個 扔錶的高手 所以千萬不要得罪她 一下子刮下來就死了 是一下子飛到你 她還會代表我們MIHK出財 和各方的女長一較高下 學勤出馬 就會在星期五十點回來 各位晚民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學勤出馬在MIHK 這是生活台特別多人訂閱的節目 家欣真是幫到大家實用 所以大家不要走步 沒錯 而上一集的西城說事 中環馬場 那麼多年的沈西城先生 總結了不新的賭馬經驗 終於她誤出了一套 賭馬的必勝法 大家一定要重溫 不定看完真的可以改善生活 當然啦 小賭移情 大賭亂性 大家千萬不要沉迷賭博 低速頻道 全你喜訊 是你還是我 應該都不是我們兩個住 原來是節目節節上升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喜訊 好爹 而萬美夢和榮少主持的 歷史幾聲都有 收市不需要二十四小時 就已經過晚了 好厲害 兩位主持真是黃金拍檔 挑戰做你老母中國人 現代豪合傳 是指定美食家 和大院遊樂的高收市地位 無論你是喜歡變態 還是歷史的愛好者 歷史幾聲都有 都絕對適合你口味 嗯 對了 Vian 你之前的節目《寵物號精靈》 現在都播放得如火如荼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最新最近在播放兔友會 香港兔子怎樣被人剝削他的地位 為什麼人們會種貓 種狗 都不種兔子 當兔子是畜生地對待 所以我們要關心一下兔子 好慘 還有我們有她做嘉賓 美女 沒錯 我們接下來會做 接下來一集的嘉賓 我們都會在節目裏 講兔子和其他小動物的東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寵物好精靈 沒錯 而且這個星期三的大院遊樂 主題就是《不熟悉的路統》第二集 講銅鑼灣的金色往事 沒錯 今次我如會帶Nikki 去一間三十多年的老字號 越南餐廳 大家猜不猜到是哪一間 真的猜不到 看過就知道了 大家有沒有玩Pokémon GO 我剛剛才在這裡剪完 我們剛剛這個位置就可以點擊了 這個位置你穿到什麼聲音 有尖靈彈 尖靈彈 我待會立刻開 一開機我就立刻開來玩 其實這段我真的看到很多人 都到處抓精靈 好像一些喪屍一樣 如果大家想玩得開心 和專業一點 就一定要收看 星期三晚上8點 由Nikki主持的 Virtual Survivor 她會教大家去玩Pokémon GO 怎樣才玩得聰明 玩得聰明 大家可以用一些方法去玩別人 就要立刻留意Nikki的節目 沒錯 我都要好好留意 今個星期六 晚上9點鐘 低俗頻道又有新節目 節目名叫做 選情告交 由林康正和他的老伯當Harry主持 不知道Harry加盟了低俗之後 會和以前有什麼新變化呢 他們又會怎樣分析 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呢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 過多一兩個星期 袁文傑和他的足球節目 班底都會加入我們低俗頻道 支持足球節目 一起開託星期六戰線 大家放心 明天打風都會有節目看 因為我們已經預錄好所有節目 如果明天下午3點 都是8號的話 啤梨晚報應該很開心 因為可以暫停一晚 可以休息了 沒錯 因為我們的啤梨晚報是Live播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我們就要暫停一晚了 那好吧 那我們星期六台興見 拜拜 你無需飛到日本撲走 所有日本威士忌 以超值價現貨發售 喜歡走的你 又怎麼可以錯過呢 是否看極都不夠後呢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 就要上lojo.com訂閱我們的頻道 沒錯了 大家還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Lowjo.hk 嗯 還可以上我們Facebook專頁去Like我們 沒錯 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看影片的話 就可以下載我們的Apps iOS和Android 都是叫做MIHK 對 所以現在我們蘋果機都可以看了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好嗎